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敬爱之心 你比如说我们爱父母 爱家乡 爱我们的民族 当然也包括热爱我们自己的母语 汉语 我们在中学时候啊 都学过法国作家读得的最后一课 那里边浸润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 就是爱自己的民族语言 里边说呀 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最明白 最准确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说呀 这篇小说能够在我们心的深处引发起强烈的共鸣 哈德格尔说 语言是存在之家 母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民族语言是相温和的 而且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啊 能够通过语言形式得到明晰的反应 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我们的汉语 运用语言进行很好的表达 可以赞扬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提高民族素质 提升了精神文明建策 所以说我们的课程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认识我们汉语的历史文化传统 欣赏前线实验 实践中的语言艺术范例 在朴素的思想感情基础上 增添理性认识 希望对我们的语言运用 提供有益的启示 好 我们今天是第一讲 以意通言的丰厚美 这个课程的名字 以意通言是特点 丰厚美是在这个特点 基础上的很好发挥 所体现出来的语言运用魅力 好 我们首先讲第一个大问题 言不敬意的语含 这个大问题 说的是以意通言的 它的游览 要知道什么是以意通言 首先我们的追溯到最早的言意之变 我们过去的有关知识 会知道 魏晋时期 有一次讨论 就是言意之变 其实这次讨论 应该追溯到 先秦时期 为什么呀 其实在先秦时期 祖子白家 儒家 道家 明家 甚至法家等等 都讨论过 语言和意义之间 是不是能够达到 很好的匹配 与语言能够很好的 表达思想意义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现在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都觉得 语言肯定是表达思想的 难道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好 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都看过 西游记 我的问题是 孙悟空的第一个师父 住在哪 大家往往是 在阅读小说的时候 为作家的描绘呀 怎么 说吸引 往往沉浸在具体的情节之中 对个别字词 居压空 不一定很留心 其实武成恩 已经给我们说了 他的第一个师父是 虚菩提祖师 住在哪 灵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 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们往往想的是命名 月顶苏城 但是月顶苏城呀 还往往能够追溯到一定东西 其实我们看 灵台 鲁迅先生 在他的诗句里边这样说 灵台无忌 讨神石 这个诗句呀 引用的是西方典故 说丘匹特 神剑 射中青年男女的心 会是他们两个产生深深的爱恋 鲁迅先生 借助这个 电故是什么呀 就是欲比自己 对祖国 对民族的 深层的爱 这种情感 所以说 灵台就是指心 方寸 我们都知道 一句说话 叫做是 虚数进朝营 一言不发 这个方寸呢 虚数用的是很到位的 原来虚数跟着的是刘备 后来呢 曹操扣押了他的母亲 他是一个大孝子 这样的话 他就不能够再跟着刘备来讲 所以说 给刘备说呀 尘方寸一乱 心已经乱了 再看 邪悦三星洞是什么 邪悦三星洞 还是心 这下我们就明白了 虚菩提祖师住在哪啊 住在你我心中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虚菩提祖师应该是作家 筑造的一个形象 是神仙 神仙现实生活当中有吗 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创造这样的词 同样这个词可以有一点的意义 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 没有的我们照样能够创造词其其他的意义 词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什么呀 主观性的东西 我们想一想 意义 它不是一种客观实在 我们想一想 能把意义拿出来 明明显显的搁到这儿 让我们看得见 可能吗 不可能 再就是说 预言形式是可见的 表述的话语是可听的 但是意义 就不容易了 正因为如此 两者之间的匹配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说我们先亲的思想家们 根据两者之间的 诗和虚 观器 做出这样的认定 孔子说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庄子说 一直说随着不可以言传 这个是很能够激发我们的思考的 我们平时写文章 做大大的表述 其实已透显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面 在认识之初 我们思维 对思想的梳理还不到位的时候 怎么样 这时候就比较急 意识上比较模糊 有时候还可能把这种 语言上的意义上的 都一股脑地转嫁给 语言形式 再一个方面更重要的 就是意义作为一种意识范畴 它要想通过明确的形式 全面的 准确的 完整的 表现清楚 是非常难的 也就是说 形式和意义之间 要想做到完全的匹配 很不容易 其实 这个古人老早都给我们 做出了这方面的解释 唐太宗李世民 在大唐三藏 圣教训里面 成这样表述说 相先可争 虽余不惑 行迁莫堵 虽智幽迷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是表达意义的东西 真是可见的 那谁都容易 问题就在于说 可惜这两个方面 很难达到完全一致 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先秦的思想家们 做了深入的思考 这种思考的价值很大 怎么说 因为我们平时的 行为活动 一不说我们做一件事 目的是什么 我们光想着 一不说 用锄头 种田打粮食 我们往往是想着 我们把这个活干好 达到这个目的 通常很少想到锄头的问题 是吧 但是我们的思想家们 就像空老夫子表述那样 公欲散其事 必先利其器 他们不单纯考虑 目的问题 还要思考这个工具的效用问题 这个就很深刻了 与此相对 西方对这个话题 就没有思考 或很少思考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们在圣经里面就说 语言与上帝同在 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从这种判断上讲 我们就知道 语言还先于人类 这一点其实说明了一种 语言崇拜的观念 自然对语言形式就崇拜了 还可能对他怀疑吗 所以说 一是到了近代黑格尔 才对这个问题 有所思考 黑格尔说 我们真的够吃樱桃 吃梨子 不能吃水果 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要注意 我们平时不是一说 吃的水果 其实是有具体的语言环境的 不能吃抽象的水果 而是能够吃具体的 苹果 梨 所以说 脱离了这个具体的语言环境 这个水果的所指就不明确了 正因为这样 黑格尔说 语言是表达普遍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语言有抽象性 而我们平时光想追求具体的个别的东西 它的结论是 不能用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 这就跟我们古人的思考相温和 但是这在时间上已经晚了两千多年 由此可以想象到我们古人思考的多深刻 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对我们早期的思想文化 给了很多的肯定性评价 包括还有其他的思想方法的显示 你不要辩证思想 马克思就称书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早熟的孩子 这里边就寄予了赞赏之意 好 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大问题 以义通言的张扬 再一个大问题 说我们的古代的思想家们的定位 言不尽意 那么言不尽意 这是一个基本定位 但是毕竟是语言作为工具 他还是要怎么样 传递信息 表达思想 抒发情感的 要解决这个矛盾 怎么办 而且这个矛盾 不解决的话 我们很多现象是不能够是解释的 怎么说呀 一般是装词 他说是得以妄权 得以妄言 这要抓住意义 这个语言就不要了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 装子写的文章多漂亮 光长流利 文采飞扬 我们传统文化 历代仪将也都是以言不尽意为主导的 你们刘雨昕的 长恨言与浅 不及人一身 一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边 他通过具体人物的口来说 这颗议会不可言传 这颗神通而不能语达 像曹雪芹那样的有文学造诣 百年刚化为饶指柔 就那太深深地感觉到语言方面的局限性 但话语说回了 你看我们的点击文献 那么多记录着我们历史文化的厚重 唐诗松词 原曲明清小说 又在语言的艺术方面 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那么这两个方面应该怎么解释 对 其实啊 庄子说到了 尽管他认为 语言有局限性 意义是重要的 把握了意义 就能解决难题 你不说 用语言表现的呀 物质出业 意义是所随着 物质经验 意到 这样是才把握起来相对就好多了 所以说呢 最终是 以意同言 关键是 关键是 我们可以看到 以意为主 以意同言 以神色行 那么具体来说 以意同言 具体的操作方法 表现在下面 第一个 纳言 敏行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 首先要搞清楚 语言 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语言 虽然是 有局限性 但是它对于社会的用作 仍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你看 《易经细词》里边就说呀 古天下之动辄 存乎词 语言的 信息传递等等 对于维护社会的用作 特别是事件的 发展 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它有很大的作用 语言又有局限性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给语言进行定位呀 纳言敏行 嗯 把 行为 看着是最重要的 而语言应该是 为人的 实际的社会运作服务 所以说呢 我们对语言要谨慎 更再谨慎 孔老夫子 一再教导人们 君子对语言无所够 以 要慎言 这就是说 以 以义通言最初的定位 那么这种思想到我们现在 仍然是 在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包括我们现在人所共知的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会儿我们就知道了 言和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呀 行才是最终目的 对吧 语言应该为人们的社会 运作来服务 代表 小平同志说 不争论 是他的一大发明 这都是我们传统 思想方法的 一个继承 发展问题 好 第二个方面 言简一封 作列好了言行之间的关系 紧接着就是 语言本身应该怎么做 《语经》里边 细词 开中明义 就首先解释自己的 为什么叫做义 作出的定位就是 义之一简 义之一明 义简 这天下之理得意 其实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 说话 作文 也强调是什么呀 言简一封 言简一该 字为其少 意为其多 其实都是 这种思想的什么呀 共识 那么字词呀 我们就可以把 以义通言的内涵 在明确的 作以认定 所谓以义通言 就是以义为统帅 来掌控 语言形式的组合 遵律 语言文字的经济原则 将丰富的 生成的语意信息 抽取有限的词语 在语言形式 这个层面上 给予托出的显现 生成的语意 有限的词语 在语言形式层面 来显示 有人把这种方法呀 叫做是 语意支点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 的议和法 吕书香先生 进一步的 把这种方法 比喻成打仗 说 占据一点 控制一片 对 这既合乎了 言解义封的 又是一种 重要的表现方法 非常具有表现价值 我们来看具体的 诗例 这个我们都读过 就是看我们品味如何 品味这里边的意义 蕴含的丰富量如何 灵教头 风雪三尘庙 全都是名词的堆变 我们思考了吗 这三个词 的组合 体现出什么特点了吗 人物 时间 地点 看说 这三个词语 所表现出来的信息 可以掌控整个 火烧 炒料厂 然后最终的 灵冲 火瓶的三个 头奔量删 这个整个事件 也就是说 这三个 可以是概括了 过程 这个底的选取 特别精大 你把破落的三身庙 称量杯壮 预示着这个事件怎么样 壮碑 还有风雪 水壶传里边 这个风雪 有两个词 用得非常到位 什么呀 风风扬扬 再一个打了酒 回到三身庙 这儿 雪 下得正紧 哎呀 气势都出来了 说是这个三点儿 的选取 就像我们传统绘画 以 上点透视的方法 组织绘画的格局一样 此与此之间的 间隔非常大 但是很不尽 追忆 见于言外 这个还是水壶传 我们再看 现代的老舍先生的离婚 哎 里边的一段文字 大家可以看看 嗯 这个跟水壶传 里边的 嗯 正好想法 全都是动词的堆叠 是吧 嗯 我们看最后 那些词语 街门开了 静急 关街门 飞飞有点脚步声 你看几个字 一句 几个字一句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孟太奇的切换 哎 一个动作和一个动作之间 似乎是跳荡性质的 但是 字断 意不断 仍然是给我们 强烈的节奏感 好 我们再看 第三个 在那个基础上 是表达为上 我们看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 它往往是有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两个方面 你看我们面前的这个桌子 自身的状态 四则 形状 材质 这都是内在的 还有一个外部的 那所处的跟外界的关系 什么位置呀 作用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一想 是功能决定了 是功能决定了 内部结构呀 还是结构决定了功能 应该说 目的功能决定 内部结构 你就是桌子用金子来做 如果是它不合适运用 那不是还不行吗 对 所以说我们传统文化的定位就是什么呀 注重功能价值效用 由此来决定了语言形式的组合问题 所以说我们汉民族的语言的重要特征是什么呀 轻形态而重表达 不重语法 重修辞 我们来看具体的例证 好了吗 一绵绵静日 欲生香 这是 元春 省亲大官员 这个大事件过了以后 去相对平静状态 小姐妹一个一个都住进了 大官员 这一天呢 吃过午饭 林妹妹回到了肖像馆 家宝玉呢 你第二边第二边一跟着去 别看这个 小情节 哎呀 没有什么 不得了的 其实是大有深意 为什么 家宝玉 早熟啊 对林妹妹的关心 可以说无为不知 她知道呢 林妹妹身体弱 吃了饭就睡觉 伤食 对身体不好 所以说 要跟过去陪她说话 哎呀 一来一往 说了很多话 最后呢 没话可说 林妹妹用手帕 盖住了自己脸 没办法了 家宝玉还是要说 别 哎呀 说 你们老家出了大事啊 你们老家有个带子山 带子山上有个带子洞 哎 林妹妹 西非进来了 别说了 我们老家没这个地方 宝玉说 你别急 说完了 你得批讲 哎呀 这个带子洞里边 有一拨小耗子 人过年 耗子们要过节啊 老耗子一个一个分兵点将 让他们偷东西 到末了呀 一个个头最小的耗子 没事可干 小耗子不服气 自暴奋勇要去偷香玉 大家都笑话的 你的小森板 成吗 小耗子不服气的说 我变成一个香玉 在那香玉堆里边 把那香玉一个一个滚出来 说成变 就变成了一个最漂亮标志的一位小姐 注意这个话 变成了一个最漂亮标志的一位小姐 大家都说变错了 变错了 小耗子恢复原形 对大家笑着说 你们光知道 香玉香玉的 岂不是颜柯林老爷家的小姐 那才是真正的相遇呢 这时候林黛玉一共爬起来 上去就宁 我爸你这个烂了嘴的 我就知道你在鞭排我 我爸你这个烂了嘴的 这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聪明乖巧 百人不及他一个 一个是心交笔干多一窍 聪明伶俐 嘴巴利落 但是他们说的话 一个最漂亮标志的一位小姐 一个是我爸你这个烂了嘴的 用语法来要求的话 肯定不成 但是我们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异样 关键就是口语的运用 流畅自如 这就是羞耻的巨大魅力 盖住了语法的规范需求 第四个追求审美 我们的古人呢 对羞耻这方面的追求啊 是非常下功夫的 我们都知道语言或者行为 要么求真要么求美 但是我们的古人呢 在这一方面 审美的追求是非常下功夫的 我们可以看论语里边 孔老夫子所推崇的 唯命 笔称曹创至 四书讨论至 行人子于修饰至 动力资产 润策至 一篇文告的撰写呀 简直就像一个流水线 经过这么多人的推敲加工 要达到的是什么 言语之门目门慌慌 我们还可以看到 诸子百家 除了他们的政治理念 还有他们的文才史 运用怎么样 文才运用得好 影响力 先而言就很突出 儒家 主张文质彬彬 所以说风格是 庄严陈雄 报家 庄子说 他就是多用什么 语言 从言 知也 所以说他的 文章篇章是什么呀 汪洋之事 一台万千 墨家 主张是 先至后文 八五文放到了 次要位置 所以说 为后人所构定 我们再看 到现今 我们最审美的追求 里边毛泽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边说 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 宣传群众 如果当个组织语句的时候 能不能这样搭配呢 宣传干部 宣传学生 肯定不能这样 我们要说 对干部进行宣传 对学生进行宣传 之所以现在有了 这么一种搭配 就在于跟后边取得一致 有意思地突破了 原有的规则 追求的是审美 自由心人 这个我们大家也可以 在讨论思考 原来是手距离 现在是有几率 怎么样 最后 我们来个小节 言不敬意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的 一个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 而以意同言 充分体现了一种文化方面的追求 在实际应用当中 也确确实实表现出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这是我们要继承的 再一个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是把作物以轻言走向机制 完全追求审美 不要求真 也会造成一定的 什么呀 副效应 同层派 无路人 所表述的 那样 欲其丧结 雾拧是真 这一点为了羞耻的追求 把真实的东西 也有所寻伤 恐怕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好 这一讲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